病例持續增多 北京緊張 打星全區禁足 河北核酸檢測造假曝光 設施機構遍及全國 川普政府認定 中共犯下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黑龍江省綏化市望奎縣的中共病毒疫情繼續惡化 1月20號 當地被升級為高風險地區 有民眾發視頻披露 在望奎縣的惠七鎮 有五個屯的村民在1月19號晚間 全部被拉走 集中隔離 視頻顯示 當地已經實行最嚴格的管控 許多警察在街上巡邏 看到外出者就抓上大巴車 拉走集中隔離 費用自理 有不服從者被警察壓在地上暴力抓捕 一位不滿隔離政策的老人在街上怒罵警察 要求他們把他送到監獄去 說社區不管 監獄還有口飯吃 大陸電商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 在從公眾視線消失近三個月後 1月20號在一個公開的視頻中露面 他在標有1月20號與鄉村教師連線的視頻中表示 每年那八節都會舉辦辦獎典禮致敬教師 今年因瘟疫的關係 只能通過視訊的方式 對獲獎的100名鄉村老師表達敬意 視頻中馬雲沒有提及他目前備受關注的處境 但說 等疫情過去了 我們再見面 馬雲在去年10月高調批評中共金融監管部門之後 遭到約談訓誡 他旗下的公司也被整肅 包括螞蟻集團規模空前的上市計劃都被緊急叫停 他本人隨後也從公眾視野中消失 外界普遍認為他凶多吉少 這次的視頻露面是否意味著他已經安全著陸呢 目前還不得而知 在美國當選總統拜登宣誓就任的前夕 新政府的國務卿提名人布林肯 1月19號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表示 川普總統對中共採取強硬立場是正確的 同時 他還表示支持國務卿蓬佩奧認定中共在新疆犯下的 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 布林肯在回答參議員提問時還表示 中共在新冠病毒問題上誤導了世界 在疫情發生的早期 在最關鍵的時刻 他們沒有提供信息 布林肯還對蓬佩奧在諸多中國問題上的立場表示認同 但是表示 未來他會更加著重於尋求國際的合作 共同向北京施壓 好 下面請收看《時事經文》 河北省和黑龍江省的疫情連日攀升 臨近的北京格外緊張 出現疫情的大興區已經全區禁足 另外 在春運啟動一週前 當局也發布通知 從海外入境北京要實施14加7加7的隔離 國內的中高風險區人員嚴格控制進京 北京對新一輪的中共肺炎疫情顯示出異常緊張 1月20號淩晨 大興區中共肺炎疫情防控小組 公布了最新的10條防控措施 包括大興區全員核酸檢測 全區中小學 幼兒園一律居家學習生活 停辦會展 體育賽事演出 婚事緩辦 喪事減辦 醫院嚴控病房使用率等等 另外 大興區所有人員原則上禁止離京 如果需要出京 按照誰審批誰負責的原則 持三天內核酸檢測 陰性證明 但如果參照官媒的報導 北京在19號只新增了7例本地中共肺炎確診病例 其中6例在大興天宮院融會社區 即使加上17號大興區官方通報的2例 和18號通報的1例確診 大興區目前累計只有9例本土確診病例 因此就讓全區150多萬人禁足 措施嚴厲程度甚至超過有5個中風險地區的順義區 微博上有人猜測 這可能是大興與河北接壤 臨近年關、3月開兩會等因素有關 從19號中午開始 大興區天宮院街道所屬的天宮院社區 天宮院西里社區、天宮院中里社區、天宮院南里社區已被封閉 居民全部居家隔離 而融會社區從17號開始就封了 19號新增的另一例確診是在順義區北務鎮南興莊戶村 順義區從去年年底就連續爆出聚集性感染 隨即宣布進入戰事狀態 大興區和順義區都是北京郊區 為了讓疫情不攻入社區 北京當局嚴格控制進京人員 從19號開始對入境進京人員實施14加7加7 也就是21天隔離加7天健康監測管理 而國內中高風險地區的人員原則上不允許進入北京 截止目前 北京市共有6個中風險地區 分別是大興區天宮院街道融會社區 順義區高麗營鎮張喜莊村 高麗營鎮東馬各莊村 北施曹鎮西兆各莊村 北施曹鎮北施曹村 兆全營鎮聯莊村 而另一面 中共官方又加緊給疫情甩鍋 中共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18號在黨媒央視的新聞節目中聲稱 去年4月份以來 中國發生的疫情 病毒都是來自境外 而且也並非當局防堵不利 他聲稱病毒是通過冷凍海鮮產品 甚至運輸工具 例如飛機上的集裝箱等而進入中國 新一波中共病毒疫情持續擴散 各地紛紛勒令全員進行核酸檢測 日行在疫情重災區的河北省 爆出核酸檢測造假的醜聞 而設施的檢測機構業務遍布全國 引發人們的擔憂 1月17號 河北省邢臺當局在疫情新聞發布會上稱 12號至13號龍瑤縣進行第二輪核酸檢測 委託第三方機構濟南華西醫學檢驗實驗室 檢測31萬餘人 14號該公司的業務代表翟某向衛健部門謊稱 結果全部為陰性 但16號翟某又反饋 送檢樣本中有液管有1比10的混合樣本呈現陽性 之後在這10人中發現了3人陽性 邢臺市通報 已對翟某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18號起 龍瑤縣開展第三輪全員核酸檢測 據大陸媒體報導 去年4月 涉事的濟南華西醫學檢驗室 承擔濟南市核酸檢測工作時 就因違規問題受過處罰 當時 濟南華西醫學檢驗有限公司 也沒有將感染性醫療廢物 置於專用包裝物 遭到濟南市衛健委警告和罰款 濟南華西醫學檢驗有限公司 是核子基因在山東的子公司 總部位於深圳 核子基因2012年成立 3年時間內開設了44家分公司和28家實驗室 與武漢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 建立多個基因開發平臺 核子基因官網稱 其服務網點遍佈全國 有54家分公司、33個實驗室 核子基因背後的實際控制人張核子曾發文說 現在做基因檢測的公司腐蝕即是 但僅有3%是靠譜的 97%都不靠譜 臺灣防疫專家和美香博士說 現在中國到處發現問題 各地那麼大面積的做核酸檢測 而且三兩天內出結果 是很奇怪的 能夠這樣幾百萬人幾百萬人做 除非它真的是有一個 我們叫SuperDup一個自動化的機器 然後就是採檢體也都要時間 這些我都很難想像耶 因為很難想像這麼大的一個 這麼大的範圍的一種執行 我都很難想像 真的 沒有辦法想像它可以這麼快 那麼 既然全員檢測既不靠譜又不安全 為什麼中國還不斷地進行全員檢測呢 甚至有大連市民檢測11次才呈陽性 前美國陸軍研究所病毒學研究員 李小旭博士說 中國各地搞全員檢測 背後有多種原因 李小旭認為 其次 誰都知道現在搞核酸 可以獲得財政撥款 醫藥公司也樂意 一旦做全員檢測 公司可以賣出很多試劑 除了核酸檢測 中國各地還通過隔離民眾 大連居民莉莉告訴新唐人 當地一個小伙子出去取包裹 牽連全家被帶走隔離 整棟樓的居民也被隔離 據悉 從1月初起 中國多地以下達實行14加7居家隔離管控的指令 如有人擅自外出 全家人將被送至隔離酒店隔離 並重新計算14加7的隔離時間 費用自理 網民斥責當局為了撈錢不擇手段 去年11月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李玲曾公開說 2020年 中國的抗疫產生了價值約67萬億元的收益 略占當年中國GDP總量的三分之二 網友斥責中共吃人血饅頭 川普政府認定中共犯下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 就在川普政府任期屆滿的前一天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週二正式發表聲明說 川普政府已經認定中共當局因在新疆鎮壓維吾爾族 和其他穆斯林等少數民族 已經犯下了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 外界認為 國務院的這項行動 是向問責中共和正義邁出的重要一步 也可能會促使下屆政府進一步的制裁中共 1月19號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推特上說 中共在新疆針對維吾爾穆斯林 其他宗教團體和少數族裔犯下了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 這些行為是對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地 所有文明國家的侮辱 中共必須被問責 他在一份聲明中指出 中共的這些行為至少從2017年3月就開始了 包括任意拘捕100多萬維吾爾族人和其他宗教成員 對他們動用酷刑 並強制節育 強制勞動 限制他們的言論和行動自由 聲明說 中共不但不允許國際觀察員 進入新疆調查真實情況 還炮製所謂的維吾爾人幸福參與教育、反恐、脫貧的假新聞 同時又向中國民眾傳播維吾爾人的負面消息 蓬佩奧在聲明中說 在認真審視了這些現有事實之後 我已確定 是在中共的指示和控制下 在新疆對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宗教團體 實施了種族滅絕政策 這些政策目前還在進行當中 蓬佩奧的講話雖然只是一個定調 但是已經邁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對於一個準備卸任的國務卿來說 到最後時刻都不放鬆 有很強的責任感和大局觀 這點非常難得 蓬佩奧說 美方呼籲中共 立即釋放所有被任意拘捕的人士 廢除監禁拘押系統 以及停止對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族裔的迫害 《紐約時報》報導稱 確定一個國家存在的暴行 在美國國務院是很罕見的行動 這是川普政府對中共採取的最後行動 也是川普政府對中共侵犯人權的行為做出的懲罰 無論對它的定性還是未來對它的制裁措施 都會圓著這個基本的認定往前走 之前幾天 蓬佩奧表達了對中國宗教自由的支持 而他也是第一位在法輪功受迫害問題上 趕於發聲的美國國務卿 而要說到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呢 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 就是更符合這個定義 性質也嚴重得多 而且像活摘器官這樣的罪行被披露出來 都是幾年了 比新疆集中營的那個罪惡被披露還早很多呢 去年7月20號 蓬佩奧對外發表正式聲明 譴責中共迫害法輪功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對法輪功學員的虐待和凌辱 釋放因信仰被監禁的法輪功學員 蓬佩奧也同樣關注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問題 去年12月10號 蓬佩奧宣布制裁嚴重侵犯人權 迫害中國法輪功學員的中共公安人員 群體都犯下了侵犯基本人權的罪行 那麼特別是對法輪功呢 應該說是構成極其嚴重的傷害 他不但從心靈上 精神上 企圖剝奪法輪功學員信仰的這個權利 而且呢還要進一步進行肉體上的消滅 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活摘 這是一種極其野蠻的 滅絕人性的 慘絕人寰的一種 倒行逆施的暴政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 中國委員會共同主席盧比奧 在一份聲明中說 對於中國共產黨針對維吾爾族 和其他宗教團體犯下的可怕罪行 川普政府做出了正確之事 國務院的認定是向問責和正義 邁出的重要一步 在中共治下正在發生的罪行 是一場人類的悲劇 需要國際社會的立即回應 好 下面我們來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中共河南省紀元市委書記張戰偉 去年11月在機關食堂 掌鍋該市政府秘書長翟偉棟 事件日前被翟偉棟的妻子上小娟曝光 引發輿論關注 1月19號網上傳出一份公文 顯示上小娟因此被停職停薪 但隨後網上又傳出一份聲明 指稱公文系不實信息 事件真相如何 目前還不得而知 陝西律師常偉平因發表遭酷刑經歷的視頻 而被當局監視居住 她的父母在寶基市舉牌抗議後也遭軟劑 1月16號 湖南律師謝陽和廣州律師陳雲科 前往探望常偉平的父母 但在西安被警方攔截 並分別被湖南和廣州兩地公安押回當地 軟禁一天一夜 大陸獨立所家記者杜斌因言獲罪 去年底遭警方拘留 1月19號 她的代理律師到北京大興區拘留所 為她申請取保候審 但是遭警方拒絕 上海疫苗受害者譚華的母親華秀珍 因替女兒維權遭當局迫害 養老金最近被非法取消 她1月13號舉牌抗議後 被當局強迫失蹤 目前音訊全無 下面請看趙培為我們帶來的微視頻 大家好 我是趙培 2021年1月19號 拜登提名的國務卿布林肯 參加了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提名聽證會 同一天 國家情報總金提名人海恩斯 參加了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提名聽證會 作為拜登政府對外關係的 兩個重要部門的負責人 從他們在參議院的發言 就可以看出拜登對華政策在未來的一個走向 我們先說國務卿提名人布林肯的發言 他雖然不認同川普總統所有的做法 但是他認可川普總統對華強硬的態度 他也確認了拜登政府將會矜持美國 確保臺灣的自保能力的這一項承諾會得到實施 但是從這一點來看布林肯會持續川普國務卿 蓬佩奧的一些對華政策 但是布林肯不認同川普總統的某些做法 這句話讓人感到擔憂啊 這種擔憂也在情報總金 海恩斯的聽證會上得到了一個驗證 海恩斯雖然矜持要收集中國的情報 用以反制北京當局的不正當行為 但是他卻強調中美應該在某些領域合作 但是在另外一些領域 中國已經是一個對手了 大家想 中共只是一個對手嗎 不是的 它是人類的敵人啊 蓬佩奧在位的時候 可是把中共和中國區分的非常清楚 他要爭取和中國人站在一起消滅中國共產黨 這就是拜登政府和川普政府對華政策的 最大的根本上的不同 那麼對臺灣的態度 也把這種根本不同崭新的淋漓盡致 拜登政府雖然承諾讓臺灣自保 但是卻沒有邀請臺灣的代表 參加他在1月20號的上臺電力 而川普政府做的就更加強硬 他不光開放了臺灣的軍購 也廢除了十多年的美臺官方的聯絡性質 可以說啊 川普時代 美國政府和中共的關係 那就是正義和邪惡的一個對決 而拜登政府裡面混入了大量的社會主義信徒 所以拜登政府的政策 就和共產黨的有很多類似之處 導致的結果很可能是一樣的 那這個結果就是一個壞的了 就是傳統人類社會道德文明秩序和法治被破壞掉 拜登政府將會成為全球化社會主義的一個盟主 如果兩個陣營是共產黨的對抗 我們就有歷史可對比了 那就是歷史上的中蘇交惡時期 蘇聯看不慣中共搞的這個人民公社 那麼中共的這個主席毛澤東也看不慣蘇聯 說他搞修正主義 雙方都說對方的馬克思主義學的不好 就罵來罵去的 這叫中蘇罵戰 當然啊 這種罵戰也會升級為局部的武裝稱吐 比如說中蘇雙方在珍包島打了一仗 大家想啊 美國的社會主義者 那是從恩格斯裡面學來的議會民主奪權路線呢 就是通過選舉上臺 他怎麼能看得起中共這些搞這個暴力革命的土包子呢 所以拜登政府一定會拉攏中共當中的民主派 去罵習近平獨裁呀 集權呀 然後這就是罵戰狼 雙方雖然維持外交關係 但是底下卻是明爭暗鬥的 這將是接下來中美關係的一個主旋律 當然啦 我們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人 我們是不能佔邊任何的社會主義政策的 謝謝大家 今天的五位視頻就到這裡 一位大陸民眾看到美國總統川普的告別演講後 決定退出中共的少先隊組織 來看他的聲明 李光蒂說 今天看到美國總統川普的告別演講 我就知道世界要重歸黑暗 雖然沒有光明 但在此我要堅守立場 不與邪惡為伍 發表退對聲明 如今的中國 當官的沒有本事 卻坦突享樂 享用山珍海味 大開女色之獄 鎮壓平民百姓 還不用付出任何代價 而民眾早已失智 一邊享受著共產黨的寄生 一邊對任何有意義的人重拳出擊 這裡早已成為人間煉獄 沒有了人性的好的一面 我的肉身困在這裡 但我不能與邪惡為伍 任憑我自己墮落 我聲明退出邪惡的少先隊 並與共產黨撇清關係 與邪惡作對直至永遠 並讓世人看清邪惡 重新做一個真善美的人 好 觀眾朋友 我們這一期的中國禁聞就到這裡 感謝各位的收看 下次節目時間 再見 視頻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